原汁原味的泰國舞為頒獎典禮揭開序幕 喬舞委員會首次舉辦喬聲翻譯比賽 結果出爐 一共選出三位優勝者 七位佳座的在台喬聲 由喬委會委員長同證員親自頒獎 並期許得獎同學能夠藉由語言優勢 拉近兩國距離 增進雙方的互動與了解 第一次來舉辦 所以我們先單向來翻譯 從印尼文 越南文跟泰文翻成中文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未來雙語 因為這些喬聲它的優勢就在雙語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學習 強化他們中文 又同時可以把當地語言凸顯出來 我們未來企業 政府 各種機構 都會需要他們的專業 所以我覺得說教委會 我們就是提供舞台 讓他們展現才華跟他們的優勢 首次舉辦短短三週 就吸引了六百多位的在台喬聲踴躍參加 最後由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越南 喬聲黃玉英獲得第一名 爆走五萬元獎金 也讓喬聲的語言優勢被各界看見 我來台灣到現在三年半了 然後來就讀那個師大之前我讀喬大 那時候因為以前我家人是 家裡是華人 所以是希望我能把中文學好 以前我也從小就很喜歡當翻譯者了 那除了這個翻譯比賽之外 今天我們還做直播主競賽 同時也有做我們的未來要做更多的舞蹈比賽 那麼同時還有三對三的鬥牛比賽 我想在台灣我們未來會跟喬聲更多的結合 能夠展現他們才華 讓台灣的企業能夠發現我們這優秀的喬聲 頒獎典禮融合樂態應等表演元素 並且透過直播將活動過程傳送到世界各地 讓家鄉的親友分享孩子在台灣領獎的榮耀 而創新的活動也展現喬委會 在喬聲輔導工作上的求新求變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